刚才看到这块木头大不大 刚才在情人沙滩有一个上海和江苏的客人 要把这块木头带走 所有的导游和领队告诉他 这个情人沙滩上的一草一石一杀都是不可以带走的 他就在那儿跟这个导游直接叫愤 直接就说我走了世界上二十多个国家了 我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带走 只要是法律海关人许我带进去的 我就都可以带走 导游怎么给他解释都不听 然后后来我告诉他 我说你就带走 我说你让我跟那个泰国的导游说 我说无论如何你就让他把这块木头带走 他今天不带都不行 等送飞机的那一天 你一定要跟你们泰国的海关说 这个女士我已经警告他再三再警告他 警告他很多次 告诉他这块木头是不可以带出去的 他挑战我们泰国的海关 挑战我们泰国的法律 他就非得要带出去 你就一定让他装走 这女的立马就不说话了 这个女的屌的不得了 是一个江苏的从上海报名的团队 哇塞屌的那叫一个厉害 跟我说我走过世界上二十多个国家 我说那你牛逼走这二十多个国家 哪个国家是你自己出钱出去的 我能问一下你吗 是不是全部都是党和人民给你出的钱呀 花着国家的钱还跟着臭牛逼 真你妈屌真的 要不然说人家讨厌咱们呢 你怎么就那么屌呢 你太牛逼了 这世界上没有人再比你牛逼的了 这世界上谁都在你眼里都不叫什么 真的 他妈的真的看着这叫着气呀 什么叫规矩制度 什么叫规矩制度 再三的再说 前些日子那狼狐咬死人的事情 还不是血淋淋的吗 你妈的泰国的海里就应该有鲨鱼 我操真的 给你押扔海里 让鲨鱼再咬死几个 以后都老实 妈个鱼咬死几个也都老实 就这么跟你说规矩制度 规矩制度 法律 法律 就不听 是吧 一说就是我们中国都可以带 如果泰国没有这个法律 我就告诉你 情人沙滩不用一年 我们中国人早就把这沙都放回家了 干嘛 放鱼缸里边养鱼 你信不信 就是因为人家害怕你们 你们什么都拿 什么都拿 老是这个样子 昨天在潘亚湾的 泛舟的码头上边 也是 一个小朋友 六七岁 直接就拿我们泛舟给的那个饮料 连说都不说 我直接说的 我说哎小朋友 这不是你的饮料 这是我们团的 按人来的 你猜他妈说什么 他妈干 我跟你换一杯 怎么了 这就是我们现在视频里边老说的叫做道德绑架 道德绑架 什么叫做给我换一杯 我操 我当时就急了 我说你就这么教育你孩子 这一个小小的举动叫做拿 说不好听 以后就叫做偷 就你这样的孩子 走向社会 以后长大成人了 见什么都拿 是吗 见什么都拿 是吗 以后走向国家的机关里边 咱们说不好听的 当上了公务员 他也随手都拿 是吗 吃拿卡药 是吗 培养他这样的人干嘛 是 一张嘴就干 我跟你换一杯 你家孩子就欠 给你扔海里 恩他妈臭不要脸 真的 这样的中国人怎么越来越多 真他妈丢人现眼